陆进 你回来了 妈 忘了跟您说了 温哥华的事情 处理好了 处理得特别漂亮 你要去哪儿 出去住两天 聊点别的事 是去照顾顾小姐呢 还是她爷爷呀 您怎么会知道她爷爷的事 既然是我儿子喜欢的人 我自然要多关照一些了 再说 你都放下工作回来 要去做上门女婿了 我怎么也要到对方家里去看一下 值不值得我儿子去辛苦一把呀 妈妈 您都做了些什么呀 没做什么呀 我只是去关心一下 你跟顾少南说 刘邦和项羽 我会选谁 还暗示她 说她做不了理智 只能当鱼姬 是吗 她问你了 你怎么说的 是她想听到的答案吗 妈妈在工作上 我从来没有让您失望过 但我的情感 我希望您不要干涉 您干涉不了 做什么 都无法影响我 对顾少南的情感 陆进 我希望你放清醒一点 要记住 工作上 是不需要情感的 感情用事 只会让你的事业一败涂地 你 也许你们说得没错 但我不想做一个 没有情感的工作机器